中文字幕——YK 了解美国战略水的环境,加拿大是美国的盟国,所谓帮助中国针对美国的做法,听上去,就是前方夜谈,有中国知识专家在听到这一说法时对环环,ID,H-U-A-N-Q-U-I-U-C-O-M,说,即便有这种合作,也是中家之间正常的科研交流,没必要和安全问题混为一谈。 6月27日,实验系统在海底联网运行,该报道称,这四台高科技船感器,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院工程研究所开发研制。 在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协助下,于今年6月27日,投放至距离美国新海岸300公里的湖安德复派海峡,这些设备已全面启用,收集的实时数据,交传,向中国海南省三亚市的控制中心。 南华早报说,该海峡在战略上非常重要,在此安装水下监测设备的意义非同小可,这些数据不能排除,备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。 环环22日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网站看到,深海观测设备在加拿大海底观测网,成功连网运行的消息就挂在首页上。 该消息说,此次并网运行,是为开甲长期低温,热眼投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监测和原位实验,与上述报道的总动不同,像,官方面的反应都很淡定。 中国科学院方面,22日告诉环环,尚未掌握相关情况,加拿大外交部没有回复制品要求,美国国务院的态度,则是无可奉告。 南华早报还称,加拿大之所以同意,与中国展开此次合作,是因为在贸易问题,尚与美关系恶化。 今年6月,美国对加拿大钢铝制品加征高额关税,上述中国专家对海环说,中加科技合作是一个长期过程,尤其是部署精密设备准备周期更长。 加拿大作为一个成熟国家,也不可能因为和美国的贸易问题,就用这种方式扯上中国。 这种做法违背外交常规,令人难以信服。